好啦 我們又到了 每晚的奧丁菜 好色喔 我很色嗎 比如他現在出這個活動啊 他現在出這個活動不覺得很爽嗎 你看 他這個活動 我突然覺得遊戲又變得很新鮮啦 因為他有出這個泳裝造型 然後他泳裝又不是那種 很小碎花那種比基尼 他這個是有點設計過的 看起來就特別好看 每個職業的造型不一樣 我的造型是這個樣子 我不知道其他職業是什麼 戰士的好像就是一個海灘褲吧 就比較沒這麼的養眼 相對來說沒這麼養眼 他8月份的更新蠻多的 我稍微看了一下 8月更新很多東西 除了第5章節之外 還出了更名卡跟其他很多小細節的東西 小改版 這次泳裝也是其中機 可是泳裝是免費的 你們只要來都有這個造型 我沒有射射阿 好射 這個又射了 不是阿 他這個造型 不然你們說這造型 我不變我要變什麼 難不成我要 有這種造型不用 我要用別的嗎 你看 我當然是用這個造型阿 阿魯納奇 阿魯納奇 變其他的就沒有這麼 這個其實還不錯看阿 這個還不錯看 因為莉領 我覺得莉領這個造型蠻好看的 不過現在這個就先放著吧 好 這次跟你們講 原本我想要開直播好好洗給你們看 但是我太衝動了 我太衝動了 我的 我的顆印 毀了 我現在很尷尬 因為我前面洗了三金 結果第二個顆印 我洗不出任何我要的 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把這洗掉 我要堅持一下嗎 請問一下你們如果是我 你們 該堅持一下這個吧 是不是要堅持一下爆率 我們第一個已經是三金燕了 第二個這個是不是 魔鬼的誘惑 有沒有高手可以給我支點 我是不是應該要拒絕誘惑 這個三金其實沒屁用 因為我前面已經三金燕了 老實講也才差三%而已 然後我這個洗了 我的那個 好像洗了很多 我現在剩下 這句寫沒差 我的那個原本有700多個阿 我把它洗光了剩下五百五十幾個 現在這個很尷尬 我現在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又是三金燕 等一下 進場了 完蛋了 我那個沒改過來 我的刻印沒了 我的刻印 少了1000多戰力 我的洗刻印阿 好啦好啦 認輸啦 投降數一半 我們先 等一下是9點半跨幅 等一下再組隊 這個夏日泳裝技一定要打 夏日島嶼 只要30個就碎片就可以了 欸老王在嗎 欸在阿 老王我問一下喔 如果刻印第一個洗出三金燕都金色了 你會把它洗掉嗎 還是我們要堅持暴率 嗯 第一個阿 對啊因為第一個有暴率阿 就算三個一% 跟三個金色 因為金色第一條金色配第二個沒什麼用阿 你覺得呢 暴率我覺得還好 因為後面可以靠別的去撐 所以你會留三金色 三金喔 三金會留吧 因為經驗還是很有用阿 你要看你有多少啦 你還有多少顆要洗 我第二排都還沒洗阿 不是你還有多少顆 我原本700顆 現在還剩60顆 喔那那你不要洗了 因為你根本不夠洗完 嗯 你不要洗了三金就好了 OK 你在哪裡阿 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 橘子狗我穿藍色泳裝 我看一下到底有幾套泳裝可以換阿 一套而已阿 一套而已阿 他是角色的職業不同阿 每個人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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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職業不一樣 你在哪裡阿 你應該去泳裝上哪邊 橘子狗 看到了啦 我在你旁邊阿 你看到我嗎 我在你旁邊阿 白鬼玩白鬼啦 拍個照快點 看看到底有幾套泳裝 我的泳裝 你的泳裝好燒喔 你的泳裝比較燒阿 你的比較燒吧 你胸部怎麼都黑那麼大 你是法師喔 等一下 穿的特別少阿 不要特別少 他已經沒有辦法更少了阿 我真的覺得 他媽阿奧丁唯一 讓我覺得做對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次泳裝阿 泳裝免費的阿 然後又這麼好看 對 他們的作息好好看 我是覺得泳裝比較好看 我是有看到老王 我們的老王騎下那個金龍 泳裝只要在活動地圖 打30張卷軸就有阿 直接飛斜坡上 我們去王點看能不能飛到斜坡上面 然後往左邊直接壓魔王點 你要直接上斜坡喔 我要直接上斜坡 我要直接上斜坡 好 好 這樣斜坡下 這樣斜坡下 不要這樣斜坡 這樣斜坡下喔 煞氣回頭 這樣斜坡下來就直接打 等一下 該擠我誰就先擠我誰喔 你不要玩一下 不要開喔 誰往上 那個 墨內佳麟狂暴囉 墨內佳麟狂暴了 墨內佳麟狂暴了 墨內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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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會有 墨內佳麟 黃狂暴了 好 你就是上面一隻嗎 瞬秒殺 蘿蔔哥哥把他打掉 我要被抓了 想要摸往後面抓我們 欸 他來旁邊 想要摸 炒那個技能尻一下我 直接殘血 傻眼 我是一隻鳥 我是一隻善狼的鳥 直接鳥他 再打了 先把他送走 飛 櫻桃可樂 抓到櫻桃可樂 綁到櫻桃可樂 倒 好 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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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子飛 到頭呆 蠻多的 蠻多的 我們這邊要過去嗎 走 先過來 去了 所有人回春 改變蝶德 所有人就改變蝶德 人不愛吃王 你不愛吃王 你不愛吃王 我們過去打掉 然後把王拉掉就好了 你們可能不懂 我們現在就是要撐 撐到這個時間大 撐還有50分 還50分要撐 因為不能讓他們進去 我們要把他們承托住 雖然他們裡面已經有人進去 但是我們把他們阻力到外面 現在是整個奧丁區大戰 那因為對面戰力很高 我們這次的目標我們也不吃王 我們就是要阻止對面進去把王吃掉 但是剛剛他們已經有一個險王進去了 我們現在在控其他三隻王 我們總共有四隻王 我們現在在控這三隻王 就是我們不打 但也不讓他們進去 大家都不要吃 這樣還吃的掉 這麼強 他們說繼續再玩一下 好猛喔 回村啦 回村啦 不給他們玩了 OK 好啦 拍照了 秒拍 沒事 我可以當個代開仔 OK的 你看 我覺得這遊戲好玩就是 第一個除了他動作流暢之外 他的動畫很精細 你看這個下雨點 對對對 舒服 這隻有痛耶 好痛喔 你們是每天撞嗎 我們幾乎每天撞 這次的更新 主要就是 針對這個 第八月份的泳裝派對 不是泳裝派對 泳裝相關的活動做更新 像你跟這個 外型 這次你只要來玩 都有這個外型 免費的 你只要每天刷這個副本 討論到九月初就結束了 刷這個 精英副本 刷第一個 夏季島嶼 對換在這邊換 夏季島嶼活動 你可以對換這個 以及這個收場評證 通常都是先存30張換這個 之後再換這個 後面就是每天再換 就還好 然後這次的活動裡面 可以打到很多 這個咒文出箱子 很多很多 所以說你們以往會缺 那個四大攻擊咒文 你現在也可以趁這一波 把它好好濃起來 分生流把它濃一濃也可以 再來就是8月11號吧 就是下禮拜 四天後 會更新 這個 火焰副本 第五關 不是火焰地圖 第五章節 這個我覺得 我自己是蠻期待的 因為我不知道它會是 什麼樣的內容 到底會不會很難打 我的戰力到底能打到 第幾關 因為現在講白點 第四章最後幾章 我就覺得很難打了 第五章到底會有多難呢 他有出那個 活動網頁 就是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從烈火中 拯救世界吧 燒成灰燼吧 然後更新一看 還會送 22張神聖召喚券 預定發送 然後這次說的 夏季外衣 它四種不同的職業 分別是四種不同的類型 固定的 像我是盜賊 就是這種黑色的 比較性感 然後這個是 那個 古獅 紅色的 妖嬌 藍色的 這個是法師 性感 以及最後這個 戰士 狂戰士 就是 海灘褲 然後 新的下去本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 這個副本就是用來打這個造型的 這個副本算是我覺得 現在開來很佛的副本 因為裡面會給一大堆的那個 一大堆的戰鬥卷軸 好啦 我們盡期待到時候 8月11號的新改版喔 今天直播先到這邊啦 感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